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看这个人开的房间挑战法国 既然挑战法国的话我们进来玩一下 我们这个法国也不是特别厉害对吧 只飞一点点,然后这个房主开的是有宝石矿的冰天 宝石矿的冰天呢,法国稍微难玩一点 因为苏军有可能会抢中对吧 等一下他一抢中站到中间就可以爆发起来 但是这一盘我们这个位置还不错 我一出来在这个左上角对吧 左上角玩这个原地法国比较好啊 等一下可以发展两三片矿区 就不用拖基地发展了 上面就是比下面要好一点 如果法国在下面的话就要拖基地发展 那样的话发展就比较慢了 你看中间有彩色矿对吧 有彩色矿法国肯定不能开局那种 或者中攻后拉中或者出空子部拉中 那样拉中的话呢 以前我们也给大家破过那个法国拉中 可以用炸弹车对吧 也可以打快攻 这个法国很难顶得住啊 所以说我们肯定要打原地发展 先出中攻对吧 先出中攻造一个牛 哎哟这个对手你看 把我的狗全部咬死了 他把这个地图守得死死的 现在看不到他家对吧 赶快把这个狗串到他家里来 跑一圈誓言啊 这个对手呢 起个名字说挑战法国 估计他打这个法国呢 打得比较多对吧 打这个法国有一点心得啊 我们看看这个对手玩得怎么样啊 哎哟这什么打法 他居然不抢中 以前我也给大家说过 我们法国不能抢中 就是因为呢抢不过苏军对吧 结果这个苏军呢 他不拉中 他不拉中的话 等一下到后期 我发展起来了 中间的矿呢 他就抢不过我了 所以说这个苏军 抢中间的矿呢 他要前面抢 到后面他要抢中间的矿呢 他就抢不到了 然后这个对手呢 出了一个牛直接造坦克 冲到我家里来打压制 你看到没有 我们就不要造多的牛啊 广快出坦克 等一下他冲到我家里来 我就守不住 然后我看一下他这个发展呢 他把基地拖到上面发展 既然你不抢中 那我就抢中了 对吧 我们造一个空子步 直接把基地拖到中间去 然后他的坦克 想点我的坦克 我们造一点狗啊 造一点狗可以扛伤害 然后把基地拖到下面来 先不要着急拖中 拖中的话 战线太长了 因为他现在坦克压在我家门口 我们先把基地拖在第二层 先拖在第二层 在第二层呢 先出一个矿场跟巨炮 等一下再拖中啊 你过来 你看你两三个坦克你敢过来 我们直接把你赶走 然后他想打我的基地 对吧 打我的基地 我们的坦克再保护基地 飞行兵呢 把那个没有跑开的视野全部跑开了 哎呦 这个对手发展挺快的 三片矿石 把基地拖到小岛去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先摆个矿场 对吧 手里掐个大炮啊 这个大炮呢 等一下放到基地这个位置 因为我要延伸到中间去 他现在发展比我快 我们准备抢中 对吧 先拖一个牛 飞到下面 然后呢 延伸电场下来 这第一个大炮啊 不要着急放下面啊 先放到上面 放到上面呢 他要打我的电场 就会被我上面的巨炮攻击 然后呢 再延伸到冰淋下来 慢慢慢慢抢到中间的矿啊 这样他就拿我没办法了 对吧 他坦克没有多 你给我闹花言 我们就拐上来 等一下我们在中间 再出一个矿场 就可以把牛车呢 飞到中间去啊 然后这个对手 你看他在补牛 对吧 他看到我要抢中间的矿 他又补了一个牛车 其实他补不补牛 对我影响不大吧 因为我马上抢到中间的矿了 然后在中间放个矿场 再放个大炮 这边打我冰淋 把冰淋卖掉 还得留一点坦克留在中间啊 因为我看到他中间停了两三个坦克 看到没有 我们分两三个坦克到中间去 然后这边打我的电场 你打我的电场 我就点你的坦克 哎你冲过来 你看冒进了对吧 冒进了以后 你丢了两三个坦克 我就一直追着你打 直接把他先赶回去啊 然后再飞三个牛车 飞到中间 是中间的彩色矿 这样呢 中间的矿基本就是我的了 感觉这个对手呢 打的还是可以的 只是他这个 这个战术不行 对吧 你这个不抢中间的矿 等一下你这个后期 中间的矿他就抢不到了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牛呢 全部飞到中间 再把坦克呢 全部派到中间 现在经济不怎么好啊 等一下踩的矿 经济就好转起来 直接再出一个重攻 然后把这个大炮呢 要慢慢延伸过去 哎呦这个对手打得挺好的啊 开始出高科技了 他要造铁幕 造基洛夫对吧 然后我们就造一点飞行兵了 不要等他的基洛夫出来再造 我们先造个十几个飞行兵 等一下基洛夫出来 可以用飞行兵防空吧 我们就没必要造防空车了 哎呦在中间 再输一个矿场 你看踩的中间的矿 经济好转起来了 对吧 然后他出了个基洛夫 出了个基洛夫 没什么用 我们有这么多飞行兵 然后在这里摆一个巨炮 不要让他防空过来啊 他防空要过来 你看到没有 我下面有巨炮 然后他强行过来 保护基洛夫 我们飞行兵往后面撤 然后造一个爱国者 把巨炮卖掉 再出一个防空炮 哎呦这基洛夫没什么用 我们有飞行兵有防空炮 只要我站到中间的话 不差钱 慢慢慢慢就可以发展起来 但是这个对手呢 发展也不慢哦 你看他现在坦克跟我差不多 铁幕都出来了 下面有个铁幕到基石 他在家里等铁幕 等一下他的铁幕一后 黑坦克冲进来 我肯定是守不住啊 你看到没有 铁幕出来了 而且他有三种攻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准备呢 先延伸到他家里去 先不要发展后面的矿了啊 我们直接先延伸过来 压迫 给他一点压迫感 然后呢 直接飞行兵 在后面老痒痒 吸引他的注意力 偏了一个防空炮 然后兵兵照过来 巨炮直接照过来 他这个铁幕呢 看看下面的倒计时 还有一分钟对吧 还有一分钟 没有好 没有好 我等我第二个巨炮过来 然后掐住他的头 先跟他抵消一点坦克 趁他的铁幕还没好 先跟他抵消一点对吧 然后感觉他没有打赢 没有打赢 直接把他坦克包起来 飞行兵过来 老大的铁幕好了 直接给坦克套上 给坦克套上 我们这个坦克的 兵分两路逃跑 兵分两路逃跑 他就追不上了对吧 你的铁幕好了 只能用来防守了 而且现在我的经济非常好 你看到没有 吃了中间的矿 一下子就一万多了 然后在这里再来一个大炮 你没什么钱了对吧 你的坦克跟不上了 然后我们兵分两路 你去下面保护你的牛车 我就打你基地 你保护基地呢 我下面的坦克 直接窗过来 准备打你的铁幕装置 直接冲过来 换掉他的铁幕 等一下他第二波铁幕 快要好了 我直接给他干掉 然后这边直接过来掐住头 再甩一个大炮 把你坦克全部吃掉 打掉基地 这边呢 铁幕核电厂 直接干掉他 他就受不了了 直接投降 好,来看第二局 这个对手呢 我感觉打得还可以 发展挺快的 只是他没有抢中 对吧 所以说原地法国 对付原地法国 苏军一定要抢中 一不抢中的话 等一下到了后期 这个法国一旦发展起来 中间的矿 他怎么样他都抢不过法国 然后我们开局呢 先造四条狗 对吧 把地图跑开 这一盘呢 我们还是随机到这个 左上角这个位置啊 左上角呢 打原地法国是最好的 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还有一个右上角 法国只在上面厉害一点 在下面的话呢 你要一直拖基地发展 上面不需要拖基地啊 然后我们这一盘就小心一点啊 上一盘呢 他那个狗呢 把我这个地图给守住了 这一盘我们这个狗呢 就拐个弯对吧 拐个弯不要被他咬死的狗 然后把他家的视野呢 全部跑开啊 先出一个重工 然后造一个牛 看看他是 看看他这一盘会不会抢中啊 先造一个牛 我感觉这个对手也在造牛 你看到没有 我们就干脆的直接造两个牛 他应该也在造牛啊 我们造两个牛 造两个牛 再出坦克 然后这个牛车一出来呢 先飞到后面来吃这个彩色框 然后再摆一个棒场 这个对手我估计这一盘学聪明了 你看这一盘学聪明了啊 直接抢中 三牛抢中 这个是最标准的打法啊 对付原地法国最标准的打法 就是这样三牛抢中对吧 然后呢我们先出一个坦克 把这个坦克呢 停到下面来 先打掉这个框啊 打掉这个框呢 等一下可以在这个框里面呢 摆一个矿场 这样采放效率呢 就比较高啊 先把这个框打一打 然后再补个电场延伸下来 先不要着急去整他啊 因为这个输军呢 前面厉害 但是这个对手呢 耐不住寂寞要来打我对吧 要来打我 我们造三条狗 然后手里掐个地堡 他停在我家门口 你看 停在我家门口 我直接点杀 他在中间摆矿场 你看失误了一下 看到没有 失误了一下 直接丢了两个坦克 三个坦克 这样你丢了三个坦克 那么这一盘呢 游戏结束 对吧 本来他这个打法是比较正确的 但是他丢了三个坦克 丢了三个坦克呢 我就可以抢中了 本来我是要等了三片矿以后 再去抢中 这样你丢了三个坦克呢 我就可以直接延伸下来 对吧 所以说千万不要 不要这个丢坦克 一旦丢坦克就跟滚雪球一样 我这个时候我就不造矿场了 本来我还想延伸到那个右边去造一个矿场 我就直接造两个兵面 直接把这个巨炮的直接造下来 我直接两个兵面造下来对吧 然后在中间呢 先摆一个大炮 不要着急延伸的太近了 先另一个大炮 等我第二个大炮出来对吧 然后这个对手就有一点慌了 这下你站中站不住了 先给他踩一两车框 等下我的第二个大炮出来 他中间的牛呢就得跑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非常卡钱 你看 我这个直接造两三个兵面 严伸下来 两块钱 没钱 不着急对吧 我这个大炮好了 你看他有可能想跟我换脚 直接穿上去 我们直接把大炮放在这边 封住这个上面的路口 不要让他走这个路口从上去 然后这个巨炮就可以打他的牛 对吧 这个对手很慌 冲还是不冲 他有可能会带着牛车冲过来 然后他想一想 不敢冲 不敢冲呢 要把牛车拖到后面去采矿 对吧 你拖到后面采矿 我就把牛车飞到中间来 然后延伸个兵营过来 再把这边的路口冲住 防止他等下跟我换家对吧 我再把这个路口给他封住 在这里先摆个大炮 大炮先摆后面 不要摆得太靠前了 三个大炮先连环起来 打掉你的框肠 现在他的坦克要比我多一点 不要慌 如果他分兵走这个后面 走那个左上角拐上去 打我基地没有用吧 打我基地我就直接跟他换家 或者把基地拖到中间来 现在我就步步为营 这个对手呢 就守不住了啊 第一盘呢 你看他直接冲过来 你冲过来打我电场 我有电的呀 而且你这个时候捕牛也没用了 直接把你坦克吃掉 第一盘呢 他是没有抢中 战术不对 第二盘呢 他这个战术是对的 但是 丢了三四个坦克对吧 丢了三四个坦克 我瞬间就抢中 他就抢不过了 你看 这一盘跟第一盘的死法一样 我们准备营生过来啊 直接造个电场过来 坦克不要冲啊 我这个小飞熊 伤害没他高 我们就这样步步为营 再接两个兵营过来对吧 然后把后面的兵营卖掉啊 我再接兵营 然后等一下延伸到那个上面去 就可以把他这个框呢 给他守住 等一下他又要拖基地发展啊 他感觉自己没什么钱 他又在补牛 我看到他又补了两个牛 这个时候补牛没有用点 我的大炮已经近身了对吧 近身了我就这样高射 这个大炮打不到他可以高射炮 这个子弹呢可以飘上去看到没有 飘上去震他的框场 先把他的框场给他震碎 还可以震得到他的基地 你看到没有 你冲不冲 他不冲 他造辐射防守 造辐射防守 我继续往前面延伸 往前面延伸 再来一个大炮 然后他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带着辐射想来进攻 你来呀 你来我就往后面推 我后面有很多巨炮 然后 然后直接把他这个基地赶走了对吧 赶走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兵里面再招过来 把这个路给他封住 然后他想回去 回去我们就抓住你几个牛车 把你几个牛车全部干掉 这样这个对手呢 基本上就守不住了 所以说 这个宝石矿的平均呢 你这个苏冰一旦没有抢到中 根本完不了 直接带走 他们都被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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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